這一艘就是遠望一號的戰艦 今天我們就不是來參觀這一艘戰艦 是它旁邊的新的展館 就是長城191號的潛水艇 這一艘潛水艇是我們國家自主研發的第一代常規潛水艇 怎樣的樣子呢?其實我都沒見過,只是上網看過 今天很開心、很興奮,我們看看它的潛水艇是怎樣的樣子 我都沒見過這麼大的潛水艇可以給你看的 我們馬上去看看 要看潛艇,記得上他們的微信公眾號那裡買門票 因為現場是不能買門票的 入到他們的公眾號之後,選好日期,之後選你想看的時間 每一場只是接受60位的參觀者,大人小朋友都是一樣的 所以門票都是80元一位,沒有分大人小朋友的 選好數量之後,填上個人資料,按付款就可以了 這一艘就是長城191號的潛水艇 我真的從來都沒想過可以這麼近距離看到一艘潛水艇 我自己就不是一個軍事迷 但是看資料就見到,長城191號潛艇 是我們國家第一代自主設計和研製的035G型常規潛艇 這一艘潛艇在2022年1月入到樞澳 經過一年時間的整修和翻身 去到今年2023年的4月25號 上海潛艇展覽館的第一期就對外開放了 你看到潛艇周邊有這麼多水在 不是它還沒清乾淨,是一個設計來的 這個展覽館的設計方案是全球蒸集 最後就選擇了芬蘭的一個設計團隊的方案 你看它的水 其實設計得... 就是初頭眨眼看 好像就這樣做一攤水就有一個設計 但其實它看久了覺得都挺漂亮的 其實它有一點點動感 然後有些水 趁船的潛水艇是很不錯的 上一次我們去青島就錯過了潛水艇 這次就補數 這架再大隻一點 我覺得是 這隻第一代 雖然我不是軍事迷 我真的不知道現在去到第幾代 但是看到第一代的發展都已經很不錯 這個展覽館每一個時段是限時一個小時 要準時入場 因為它行程都很緊密 一開始會有一位講解員 介紹潛水艇的外圍和結構 接著就會進去展覽館 介紹中國潛艇的發展 最後當然是進去潛艇裡面 潛水艇前面這兩個拱起的部分 根據講解員說 除了幫助行駛之外 裡面還裝了升納 可以這麼近距離 摸到一艘潛水艇的底部 感覺真的很震撼 潛水艇的頭部 除了有升納儀器之外 每邊還有三個活門 是用來發射魚類和水炮的 另外在潛水艇的頂部 有很多的小洞 是用來幫助潛水艇在水裡浮沉的 當潛水艇想沉到水裡的時候 氣孔就會排出空氣 當潛水艇想浮上來的時候 氣孔就會將水排出艇之外 潛艇就會浮上來的 好了現在講解完之後 我們就進去潛艇裡面 終於可以 厲害 要走三層樓梯 你看看 終於可以進去 很緊張 我們在這個位置看 哇 我以前去過一些類似的潛艇 在德國 其實是很小的 這艘大很多 現在看到這個是第一代的潛艇 進來的時候 已經拆了敏感的部件 所以現在進去看的時候 是看到結構 那些敏感的部件 當然不會讓你看 我們現在就在船頭 這裡進去 然後一邊走一邊走一邊 走到船尾那邊出來 好緊張 好,Let's go,Let's go 這個位置很窄 好窄 好,來看看 好 好,OK 哇 現在進來之後 這裡 這個就是魚雷 哇 一支魚雷 那這裡就是發射魚雷 因為它是船頭 所以它是發射魚雷的地方 哇 這裡就是擺魚雷的地方 這個就是船前面發射魚雷的地方 對啊,發射魚雷的地方 哇,有六個 有六個 哇,厲害 這就是發射魚雷 這裡 它裡面其實都有一百六 那其實呢 這裡裡面暫時都還可以 對,暫時都還可以夠高 好像進去的時候會比較矮 你看 這個就是廁所 哇,都很辛苦 很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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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鎮盆 這個就是鎮盆 哇,這個是睡覺的地方 哇,很小 真的 可以進去嗎? 是的 很辛苦 哦,這就是睡覺的地方 哇,做海軍真的不容易 還要是潛水艇的海軍 真的很不容易 很辛苦 真的 我現在進去這個很擠 不會,都是Underwater 真的 很辛苦 這個很擠 我怎麼進去呢? 很窄 這個位置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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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較高級的 就是腳房間 這個就是一些 一些軍官的房間 比較好一點 有小小的櫃 床很小 這個是指揮官的房間 兩個很擠 超級擠 真的做海軍 真的不容易 尺寸的海軍 很小 很小 很擠 床很小 這個就是船長室 船長室 也是很小 你看 嘩 嘩 我要蹦下來才走 哈哈 要蹦下來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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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艘長城191號潛水艇 它可以潛入300米的水深 需要50至60個軍人來控制 有這麼多人在這麼小的環境裡工作 真是不容易 嘩 現在這裡已經有冷氣了 以前沒有冷氣 以前是沒有冷氣的 這個新裝的冷氣來的 以前的軍人在這裡 是很辛苦 我喜歡這句 當兵不怕苦 訓練不怕累 打掌不怕死 這個廚房 很小 看看 因為潛艇是不可以用明火的 所以它全部都用電 或者吃一些預先製作好的食物 而且以前這個潛艇 它是用茶油發動的 所以很吵 你聽到現在這聲 茶油發動的機器來的 所以當時在這裡做潛艇裡面的軍人 是很吵的 很悶 因為它用茶油發動 所以是很焗的 很吵的 房間 這裡的房間 哇 這裡的房間真的很小 這個 睡覺的地方 這也是睡覺嗎 對啊 也是睡覺的地方 好像是擺行李架一樣 太小了 差不多了 我們走到差不多去到船尾的位置了 有人 有空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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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了 超過了 我們現在參觀這個潛艇 就差不多了 快點趕走遊客 我們要出發了 謝謝 來這裡參觀 就有一個提示 就是 千萬不要穿衣服 而且穿褲會好一點 你看這條爬上爬樓 很麻煩 哇 好窄 上來了 很棒 80元都很值得的 看到自己國家的潛水艇 你看 厲害 真是很厲害 非常好 這個是4月20號才開始開幕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都可以過來看一下 記得上公眾號 買飛 準時到達 因為他一 夠鐘 他就開始過程 對 聽多些資料 都可以的 所以 記住準時到 非常好 這個 他這裡是第一期 還有第二期的未開 在前面是第二期 遲些 遲些第二期開 如果好看 再來看一下都可以 都值得的 這個潛艇展覽館 無論你是不是軍事迷 我也覺得 很值得來參觀 尤其是帶你的小朋友來 好了 今次的視頻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